我和江心言青梅竹马,水到渠成恋爱结婚,直到我公司破产,爸妈重病不治,她才残忍对我透露,这一切都是她多年筹谋的,结果,她憎恨了我一辈子,只是因为我当年阻止她为爱发疯,放弃学业,要与真爱私奔,哪怕那个真爱臭名昭著,早被前女友们实锤睡完就跑,不负责任,重来一次。 我对她的逃课视若无睹,她也如愿和真爱在一起了,但她到头来又怨恨我,不在她犯魂走错路的时候伸手拉她一把,我告诉她,放下助人情节,嘲笑他人命运,是你教我的。 自习客上,江心言捂着肚子,举手报告,自己要去厕所,我看着她红润的面旁,平静地转回了头,不久后,学校围墙处一片哗然,江心言为了逃课,翻墙出校,意外摔断了腿,这会儿已经被紧急送医了。 班主任办公室里,江心言的妈妈握着我的手,哭得伤心欲绝,还有两天就要高考了,我们心言伤成这样,可怎么办啊? 天昊,还得麻烦你高考那几天辛苦辛苦,接送她考试。 班主任欲言又止,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江心言妈妈,我想起上一世江家全家最后的嘴脸,把自己的手从她手里挣脱出来,阿姨,我是助校生,不方便,江心言妈妈哭声一顿,一脸意外地看向我,你不是最喜欢我们心言吗? 小时候还闹着要娶她做老婆,我正色直言,阿姨,你也说是小时候的事情了,更何况我们家搬家很久了,不,顺路,班主任如释重负,赶紧示意我离开办公室,习惯了吸别人血的父母,才会交出那样不知轻重的女儿。 上一世,我蹲在墙角,阻止江心言,去见她那个真爱,为了接住从围墙上跳下来的她,我不慎扭伤了手臂,影响了高考答题,与心爱的学府失之交臂,我爱她敬她,却被她视为心机深沉,恶心至极的变态,在她的多番操作下,我辛苦建立的公司破产,父母病重双亡,我从此一蹶不振。 而在那之后,江家父母将我气如臂喜,忙不迭地和我划清关系,从来没有顾及多,连邻居朋友之情,就因为你的擅自做主,阻挡了我去见她,让我失去了对她表白的机会,她亲口对我说,她稀恨了我一辈子,重活一世,我选择了搬家,远离恋爱脑伤透的江心言,并且不再做任何阻止她奔向自由真爱的行为。 只盼着这一次,她能和她的真爱一生,一世所死,别再来祸害我的人生,高考成绩出来之后,江心言发挥失常,和理想院校失之交臂。 但她得偿所愿,和翁廷琛在一起了,毕业答谢宴上,她高调一场,直接带着翁廷琛出席聚会,班主任自打看见她,眉头就眉松开过,连连摇头,同桌王军消息灵通,借着敬酒的机会向我吐露了内情,江心言为爱发疯, 故意填错几道阅读理解的答题卡,为的就是能和翁廷琛考上同一所学校。 不过她那对父母也很不靠谱,送考迟到不说,还惊动交警,替她找准考证,就那样混乱的考试心态,就算不填错,也不会考出什么好成绩,可惜了。 江心言成绩不错,不出意外能考上一所不错的一本院校,可她自从认识翁廷琛之后,就像被下了股市的,一头扎得进去,完全不顾自己的,虔诚,翁廷琛的成绩一般,江心言想和她上同一所大学,势必要有所牺牲,女神从此坠落,自甘堕落成为草寇,我听说,班主任去劝她复读, 但她拒绝了,她是疯了吧,为了一段不确定的感情,而自毁前途,我知道,这一切大概是因为,翁廷琛出身于显赫的翁家,是个有名的富二代,江心言认为,自己只要牢牢抓住翁廷琛这个人,今后就能有一片光明未来,根本不需要自己去努力奋斗, 这和我们十几年苦读的航道完全偏离,以后也就不再同路了,不过,这是她自己的选择,结局究竟如何,同旁人都无关,也许是我们的目光,时不时地落在江心言身上,她敏锐察觉,很快就拉着翁廷琛来, 我们这桌敬酒,蒋天昊,听我妈说你不顾青梅竹马的情谊,竟然拒绝接送我参加高考,她高傲地像个公主,上来就向我发难,王军差点被气得跳起来,原本热闹的宴席,也因为她这一句话,全场安静了下来, 我伸手摁住王军,默然开口道,我们住校生是由学校统一安排坐车,我听从学,校的安排有问题吗?这是我长这么大以来,第一次对江心言冷言冷语,果然,她的脸一下子垮了下来,你可以申请走毒,我骨折后,行动不方便,你不知道吗?江心言一脸的理所当然,小时候你在我家吃喝那么久, 怎么到了特殊时刻,你就只会躲得远远的,的确,我无怨无悔地陪着她十几年,理所当然地让她有了我事事,以她为先的错,绝,她的性格我很了解,我知道她会有责难的一天,但我没想到的是,她竟然挑在了达西燕时,当着全班同学和班主任的面,试图抹,黑我, 让我成为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我见她脸皮都不要了,再也不想忍让她,如果你是说,小时候去你家等你上学,被你妈妈塞在手里,你来不及吃完的早饭, 那我确实吃喝了不少,不过这些年,我家逢年过节,也往你家送了不少节礼,两两香底,也差不多还清,了吧,那些早饭,她妈妈的原意,是让我监督她吃完,但是她为了身材苗条, 总是让我帮她解决,她脸上一僵,没想到我再一次当众给她眉脸,可是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江心妍表情一软,就要哭出声来, 你不是有男朋友了吗?再三强调,和我有青梅竹马之情,你男朋友不介意,我直接打断她的话,把难题丢给了她,江心妍听了我的话, 她下意识地看了身边的翁婷琛一眼,只见翁婷琛果然脸色不善,一脸强忍着怒意的模样, 阿琛,阿琛,我对她没有任何感情,我只是来质问她为什么不接送我考试,王军事事开口, 江美女,你的父母健在,为什么一定要蒋天豪接送你,就因为考试没发挥好,想找个人背锅, 还是说,你其实是不甘心,自己的考试成绩一落千丈,心底不愿意去那个大砖上, 雪,我冲王军感激一笑,这句话已出,翁婷琛的脸彻底黑如锅底,而江心妍也是彻底慌了身,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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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了你故意填错了阅读理解的答案,又怎么会后悔考试成绩? 江心妍忙着抓住翁婷琛聊表心意,再也无暇顾及我,闹剧散场, 没有人在意他们两个人去了哪里,而我们这桌在他们离开之后,又继续热闹了起来。 上一世,我成了阻止他和西婷琛在一起的罪魁祸首,成了他十余年的心中辣,眼,中钉, 直到我事业崩盘,父母双亡,自己一蹶不振之时,他甚至还特意到我租住的小屋,子里一字一句地对我诉说了, 他对我十余年的恨意,你的自作主张,害得我和他无缘,你要为你的自作主张付出代价。 他风魔不已,双目通红,嗓音沙哑,却又透着绝望,只是因为他收到了翁婷琛即将成婚的消息, 此时的我病重爬不起身,连句话都说不出来,他却为我在炉灶上放上了一壶水, 你只配活在阴沟里,再在自责愧疚中死去,炉灶上的水即将烧开, 可他关闭门窗,将我一个人留在了出租屋里,被水浇灭的炉灶,造成煤气泄漏, 在启力的梦境中,我梦到了我过去失败的一生,如走马灯一般, 所以重来一次,我根本没必要再自作主张。 将自己的大好一生搭进去,放弃为他好的念头,远远助他顺心如意, 酒过三巡,大家开始畅想今后的前程,班主任的语气更是感慨, 高考如过独木桥,竟然还有人半途跳水,还好其他的同学们都很坚定, 我更欣慰的是,蒋天昊也没有被人影响, 我举了举酒杯,摇向过去的自己敬了一杯, 祝大家前程似锦,迎接崭新的人生,寒窗苦读十几年, 一朝高考,谁不是为了替自己谋个好前程呢? 暑假过后,我们就各自奔向了自己的光明未来, 火车站里,我遇见了许久不见的江新岩和翁廷琛, 人山人海的后车势力, 我看见他一脸不耐地从父母手中拿过行李, 他们依偎在一起,像是连体英一般讨论着今后的大学生活, 远远看见我,他甚至还瞪了我一眼, 我们的目的地并不在一处, 我根本就不在意他今后还会不会记得我, 毕竟,我像东,他像西,我像北,他像南, 我们的人生从此往后几乎不会再有交集, 检票上车后,我收到了来自他的消息, 你会后悔的,我当然会后悔, 后悔没有早点拉黑他,我一个字都没有回复, 果断删除拉黑,还自己一个清净, 他主动放弃自己的大好前程, 依附在翁廷琛的身上, 硬生生把自己变成了一朵兔,丝花, 在这之后,他还要忙着撵走翁廷琛身边的各种诱惑, 忍受他的喜新厌旧和挑剔, 倾尽全力迎合他的喜恶,将他留在自己的身边, 而我却迈进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学府, 在一个全新的平台,肆意在自己崭新的人生。 中池城,大学四年, 我忙于学业,参加各种校园比赛, 课余还会兼职,参加义务活动, 在校园里认识了很多有意思的人, 我们志同道合, 以自己的力量为自己光明的前途而奋斗着, 丰富的大学生活, 让我很少会想起他, 虽然偶尔能从王军那里, 听到关于江新妍和他的真爱分分合合的消息, 但我发现,我真的不在意了, 大学毕业前,不知是谁发起的号召, 高中班级再次组织了一场聚会, 而我也是在这次聚会上, 时隔四年,再一次见到了江新妍, 在江新妍到场之前, 小灵通王军已经向我们透露了, 今晚最大的瓜, 为爱发疯的江新妍, 早就被他的真命天子甩了, 进了大庄后,诱惑重重, 翁廷琛又是那种浪荡公子, 江新妍生怕他变心, 把他抓得牢牢的, 可他不知道, 手握得越紧, 流沙流湿的速度越快, 翁廷琛对他的新鲜感, 没能撑过一学期, 他俩分分合合, 又互相牵扯了两年, 大三的时候, 翁家花钱把翁廷琛送去出国留学, 他们就彻底分手了, 翁廷琛的新欢, 和他的家事相等, 两人门当户对, 一起出国镀金, 为了回国接班做, 准备, 而江新妍早就被他抛到了脑后, 可能姓甚名谁都不记得了, 这话引起了吃瓜同学们的一阵笑声, 紧接着, 就有人尴尬地发现, 瓜主人正站在包间门口, 冷着脸看着我们, 嗨嗨, 那什么, 我去喊服务员准备走菜, 背后吃瓜, 被瓜主当场发现, 确实多少有点尴尬, 江新妍在门口愣了一瞬, 随即又高昂着头颅, 踩着高跟鞋走了进来, 怎么说呢, 虽然他依旧光芒四射, 是让人在人群中能一眼看得到的美人, 可和我, 没一群人多少有点容不尽的感觉, 还没有毕业, 他却有了一丝出入社会的成熟美, 当年那群不理解他为爱发疯的少年人, 如今也更懒得探究他的心路历程, 更多的是嘲弄和看笑话的心态, 果然,每个人分岔路口的选择都在影响着人生的轨迹, 上一世, 在我阻止他自毁前程后, 他顺利进入梦想学府, 接触了与今世完全不同的平台, 资源, 人脉, 也造就了功成名就的商业女强人江新妍, 可眼下, 没了我的督促, 他甚至连当年班级里, 乘机吊车尾的同学都不如, 选择和努力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 不是没有道理, 我虽然感慨万千, 却也打算把他当成人生过客, 聚会中散, 他在我这里, 在这一世, 终究是查无此人, 可聚会全程, 我总能感受他有意无意落在我身上的目光, 甚至在聚会结束后, 我还收到了一条陌生人发来的信息, 你为什么不去阻止我, 他似乎在为当年他走错路的事情后悔, 可是, 后悔的是他, 又凭什么捎带上我呢? 他和翁廷琛没能走到最后, 也并不是我造成的结果, 两个人的感情, 总是会被时间磨去激情和棱角, 失去新鲜感后, 感情只能靠双方的小心经营来维系, 更何况, 江心炎一次次就是重提, 自己为了他故意填错达提卡的牺牲, 更是成, 那他们两人行之末路的导火索, 对于江心炎的牺牲, 翁廷琛并不领情, 到底是因为你自己高考迟到, 还是故意填错达提卡导致的结果, 只有你自己轻, 除, 你是成年人, 应该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彻底撕破脸后, 翁廷琛就出国了, 根本不留转圈的余地, 曾经的为爱发疯传奇故事, 也逐渐成了高中母校一代代班主任教育学子的反面点, 行教案, 王军越说越激动, 甚至开始替他惋惜, 好好一手好牌, 被他打得稀巴烂, 我却不以为意, 别人都在替他惋惜, 他可能还在责怪别人, 没有拉他一把, 不会吧, 他不后悔吗, 王军很惊讶, 不过如果有人拉他一把, 他说不定的, 却会变好, 我笑了笑, 谁知道呢, 万一他憎恨上当时多管闲事的人呢, 不会吧, 他更惊讶了, 我当然知道, 因为我就是那个被他憎恨了一辈子的人, 眼下, 也算是让他回到了他本该拥有的人生, 酒后闲谈, 原本松散的气氛, 却被王军突如其来的怪叫声打破, 他把江心炎的朋友圈拿给我看, 上面写着, 如果人能复生, 那么我希望, 最先清醒的人是我, 一盆凉水从头到脚, 将我整个浇透, 我突然明白了, 聚会当天他那些看向我的眼神, 那种带着嫌恶, 羡慕却有憎恨的复杂目光, 他可能想起了什么, 所以才更加憎恨我, 甚至把这一世还未完全结束的人生, 连同上一辈子的失败, 全部记在了我的头上, 他后悔的, 从来不是自己错误的选择, 而是在后悔, 他没能占领先机, 我立马打了个电话, 给自己的合伙人, 重生的机会可遇不可求, 我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做, 在小期间, 我按照上一世的记忆, 提前开启了自己的事业, 甚至为了公司稳定, 还得自己找了棵大树做依靠, 合伙人正被被是个有头脑的富二代, 有钱有闲, 手段了得, 我出技术, 他出钱, 我们的公司搞得风生水起, 很快就在同行中杀出重围, 我的电话已到, 他很快就查到了市场上最近的动荡, 有人突然加倍注资, 炒热了咱们的盘子, 有点不对劲, 生意场上最忌讳虚无缥缈的价格战, 江欣妍这是重操上一世的手段, 再一次试图将我的公司整垮, 原本准备放他一码的我, 火器立马就起来了, 我不犯人, 人偏来犯我, 那么这一次, 为了上一世的那几条人命, 我也要和他好好算算账, 江欣妍这回学了聪明, 并没有用自己的真实身份做事, 反而是忽悠了什么都不懂, 的大学生, 替他开户做投资, 他用的钱, 大概是翁廷春分手时, 给他的青春损失费, 其实, 如果他能好好利用这一笔钱, 完全能让他自己的生活上升一个台阶, 可惜人心不足舌吞向, 他想复制上一世的成功, 就要遇见我对他的防备, 有郑贝贝的帮忙, 我们很快就揪出了幕后操盘手, 原来, 江欣妍再一次搭上了的人, 叫郑晓峰, 是郑贝贝同父异母的弟弟, 郑贝年轻时候, 感情债太多, 但碍于郑母, 娘家的势力, 从来不敢弄出人命, 但郑晓峰的妈妈很有手段, 拿着郑负的钱, 愣是瞒住了怀孕的消息, 生下郑晓峰, 之后才找上了门, 虽然有郑母坐镇, 郑晓峰母子俩, 根本没能进得了郑家大门, 但并不妨碍郑晓峰谋划郑家的家产, 她的逻辑很简单, 只要搞垮郑贝贝, 让郑夫认识到唯一的女儿是个扶不上墙的烂, 你, 郑家的家业, 总会落到她这个儿子手中, 所以她和江欣妍一拍即合, 联手盯上了我们的公司, 放心, 你只管专心搞技术, 她搞不动我, 郑贝贝自信不已, 豪门征家产的事情, 竟然被我遇了个挣着, 而且是关自己, 我当然追问了起来, 郑晓峰和他妈那个贱人一样, 一双眼睛只会盯着钱袋子看, 可她怎么不看看, 郑家的钱袋子究竟姓什么, 郑贝贝向我耐心解释了豪门宅斗的始末, 原来, 郑夫并不是白手起家的企业家, 而是一个取对了老不少奋斗三十年的风格, 男, 我把花花肠子绕地球十圈, 可他至今不敢和我妈离婚, 就是因为郑家大半的生意, 都在依仗着我外公, 谢家虽然从不涉足商政, 但是个历史悠久的大家族, 善于投资, 他不敢轻易得罪谢家出身的我妈, 我妈也不想折腾离婚的事情, 所以这辈子也就得过且过的过来了, 我很心疼我妈, 郑贝贝看起来很忧伤, 但我却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她, 毕竟, 他们有钱人的忧愁, 是我一辈子都企迹不上的, 等你成为豪门, 你就能理解我了, 郑贝贝仿佛知道我的内心活动, 十分豪迈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你是不是想说, 钱并不能解决世界上的所有烦恼, 眼看着他又要陷入忧愁, 我赶紧扯开话题, 将心言孤注一掷, 你即使摁住郑小枫不假, 但我怕他会做出两败俱伤的事, 请, 像是印证我的话, 我俩的手机同时响起了铃声, 老大, 对方抛出了我们产品的配方, 老板, 因为配方泄露, 有些客户要和我们解约, 江心言竟然真的做出了鱼死网破的事情来, 完全不顾后果, 我和江心言紧急回到公司召开的应急会议, 配方被泄露, 我倒是不怕, 反正这配方, 我已经经过了改造更新, 但最棘手的是, 在江心言公开了产品配方后, 竟然发出了一份律师函, 控告我妾, 取了他的劳动成果, 换言之, 他是在污蔑我是个抄袭配方的小偷, 我简直要被他气笑了, 但笑着笑着, 我又笑不出来了, 江心言竟然拿出了配方的发明手稿, 这东西, 我放在了老家的父母家里, 他竟然不知何时, 就下了这样一步大棋, 蒋天昊, 我知道你曾经喜欢过他, 但是配方发明手稿这么重要的东西, 你怎么能交给外人呢? 会议暂停, 我被郑贝贝拉到了办公室训话, 郑贝贝比我大两岁, 脸色严肃, 带着职场精英的干练, 我的脑袋一个变成两个大, 但并没有忘记, 要和江心言撇清关系, 我不管你信不信, 江心言拿到手稿的事情, 我并不知情, 我当着他的面, 给远在老家的父母打了电话, 小言说, 要帮你拿点东西回去, 我想着, 你们上学的时候关系很好, 就让他自己去, 你房间找了, 也许是听出了我语气里的严肃, 我爸也急了, 怎么了, 丢东西了, 没有, 爸, 你和妈体检暗示去做, 我先挂了, 郑贝贝插着腰的双手, 终于放了下来, 我拿过他桌上的律师函, 翻起了手稿的复印件, 看着看着, 我终于展露了笑颜, 这回你该放心了, 即便他手里的手稿是真的, 我也能证明, 那东西其实是我, 的, 在郑贝贝的安排下, 我作为公司技术代表, 出席了公司特意召开的回应记者会, 江心妍应邀参加, 是作为被回应方的代表, 陪同他来的, 还有最近正被郑负骂得狗血淋头的郑小峰, 不同于郑小峰的粘头大脑, 江心妍昂首挺胸, 胸有成竹的模样, 像是等着我们如, 和狡辩, 原本无意占用资源, 但被人发了律师函, 总是要回应一下, 记者会开始, 我就着记者的提问, 直奔主题, 江小姐, 你说我剽窃你的发明手稿, 请问你的手稿, 创作于何时何地, 又是在何, 种情况下实验发明的呢, 之所以问这个问题, 只是因为, 我的这项发明, 使大一打工的一次感慨, 而那时的他, 还在和翁廷琛打得火热, 哪有时间搞发明, 据我所知, 江小姐只是一位大专院校的学生, 所学的专业, 也是文科类, 和这项发明毫无关系, 我无意接人短, 但他竟然用我自己的成果来打击我, 那就不要怪我手下不留情, 江心言果然一梗, 他大概没有想到, 我竟然当众攻击他的学历, 即使他的学历的确如此, 学什么不要紧, 重要的是, 自己的兴趣爱好, 我高中时候成绩很好, 高考一时失误罢了, 有谁说大专学历, 不能搞创造发明, 他很善于搞舆论攻击, 就像上一世搞垮我的心理防线一样, 开始回击我, 你有时间研究我的学历, 不如解释一下, 我的发明, 为什么会被你申请专利投产, 获利, 我是可以追究你的法律责任的, 江心言步步紧逼, 毫不松懈, 我忽然笑了笑, 江小姐, 看在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分上, 我问你, 这份手稿真的是你的吗? 或者说, 这份手稿是原稿吗? 江心言面对集体转向他的镜头, 更是高傲, 别以为打感情牌我就会放过你, 是, 原稿是我自己的手稿, 你还想问什么? 我拍了拍手, 像是胆掉什么脏东西一样的, 江小姐承认是原稿就好, 在场的记者被我的话彻底出糊涂了, 哪有人被锤到底还能笑得出来的, 我在大屏幕上一一投出江心言的微博截图, 这份手稿的时间是三年前, 但照着这个产品的研发计划, 需要长达一周的反应, 时间, 并且这项研究需要长达数月的反复实验, 调整参数, 哦, 对了, 不知道你能不能看懂手稿, 手稿上就是在记录调整的参数变化, 而江小姐在手稿记录的那段时间, 一直在陪着当时的男朋友四处旅游, 又哪里, 有时间搞实验呢, 江心言愣了一瞬, 立刻反击道, 我有实验团队帮我做实验而已, 她甚至看了郑晓峰一眼, 那好, 那就请江小姐姐试一下, 每一页的手稿又下角的那一团标识是什么意, 不过是我随手的涂鸦, 这也能扯上关系, 江心言仿佛听到了什么好笑的笑话一样, 我清了清嗓子, 郑重其事道, 我这里呢, 有一份江小姐随着律师寒记给我的付印件, 各位记者朋友可以互相传阅, 这就是证明手稿真正主人的关键, 江心言眉毛一条, 刚要出声反驳就被我打断, 很简单, 从背面看过去, 那一团标识是蒋天昊三个字的翻转版的草书字, 体是我无意中创作的签名, 我手握鼠标, 很自然地在屏幕上写出了翻转的这三个字, 和那手稿上的字迹一般, 无二, 当然, 我也欢迎江小姐申请笔记鉴定, 不过, 这个鉴定费用可就需要你自己承担了, 我指了指已经快步离开会场的郑晓峰, 对江心言提醒道, 郑晓峰在我说出那团标识奥秘的时候, 甚至毫无胜算, 已经起身高开, 江心言再一次被人抛下, 他的脸色灰败, 如斗败的公鸡一样, 傻在了座位上, 他始终没有搞清楚一点, 是我的就是我的, 即便是他强, 也不会成为他的东西, 他从选择跳墙逃课那一刻起, 就彻底偏离了自己的人生轨道, 再也没办法, 和我们, 这些循规蹈矩努力的人相提并论, 我有我的成功, 他有他的追求, 如果他能通过走捷径, 完成人生阶级的飞跃, 那还另说, 可是脱离在高中时期局限的目光, 退去滤镜之后, 他只是普通人的其中之一, 他终究被淹没在人群里了, 记者会上该澄清的已经全部澄清, 闹解约的公司自制理亏, 纷纷又增加了些订单, 按照工厂现有的产能, 发货计划排到了第二年下半年, 但即便如此, 公司仍需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 重新宣传旗下产品, 对此, 郑贝贝放话说, 绝对不会放过郑晓峰和江心妍, 有了外公和妈妈的支持, 他将郑负的大权全部收拢, 断绝了他的经济来源, 只给, 一张有固定额度的卡, 郑晓峰终于搞清楚, 郑家到底谁在做主, 他自知大事已去, 拿着郑负小金库里仅剩的钱, 带着妈妈逃出了国, 根本不想管江心妍的死活, 郑贝贝的律师团队非常顶尖, 抓着江心妍和郑晓峰的错处, 提起了诉讼, 除去郑晓峰国内, 还未来得及变卖的资产, 被冻结拍卖, 用以赔偿损失之外, 江心妍, 也被判要赔偿一大笔钱, 江家父母自私了一辈子, 不肯卖房子替女还债, 还将她这个丢人现眼的玩意, 而扫地出门, 后来听说, 毕业后她一无所长, 又吃不了苦, 竟然成了出台小姐, 随着年纪的增长, 她从会所去了KTV, 又去了洗浴中心, 最后又变成了战阶, 我想着她虽然不着调, 但总不至于如此自甘堕落, 所以并没有深信, 只是, 等我公司经营稳定后, 回老家接父母进城的时候, 我在街边遇到了她, 如果不是她叫我, 我可能根本认不出来她, 她的脸上再也没了当年高傲的神情, 取而代之的是浓厚的风尘味, 化了很浓的妆, 喷了浓郁的香水, 穿着暴露的衣服, 成熟了很多, 她看向我的眼神, 就像阴冷的毒蛇一样, 恨不得将我拆吃入腹,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功成名就了, 她脆毒的眼神上下打亮着我, 让我很不舒服, 你呢, 我反问道, 不就是这样, 你不都看到了, 她摊了摊手, 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和她站在一起的几个女人, 忍不住笑出了声, 不找点别的工作, 我还是没忍住, 她冷笑一声, 然后顺手撵走了在一旁, 看热闹的女人, 那我会什么呢, 我什么都不会啊, 她摸出一根烟给自己点上, 这个来钱醉, 快, 还不用出力, 衣服一脱, 往床上一躺, 就能有钱拿, 她吐出一口烟, 喷在我的脸上, 这会儿觉得不忍心了, 那你当年为什么没阻止我呢, 见我一脸诧异, 她破罐子破摔, 继续抱怨了起来, 那年翁廷辰甩了我独自出国后, 我就总是反反复复 梦到一些碎片化的梦, 我梦到我逃课那天, 你在围墙底下把我拦住, 还把我接住了, 但我没能和翁廷撑在一起, 但是后来, 我好像一直很恨你, 还把你的公司搞垮了, 她眼神带着心虚, 偷偷看着我, 紧紧说到这儿就打住了, 并没有提起后来的那些事情, 我看着她已经完全变了的面相, 沉默后开口问道, 所以你就要偷我的手稿, 想把我搞垮, 她没有回答我, 依旧自顾自地说道, 你说, 人生是不是会有重来的机会, 如果再重来, 你会不会去阻止我, 我冷眼看着她试探的目光, 搓搓被冻僵的手, 梦而已, 不必当真, 我知道她是在怨恨我, 为什么不在她犯魂走错路的时候, 伸手拉她一把, 可是, 明明是她让我不要多管闲事, 不要自作主张的啊, 天快黑了, 我要回家了, 我宠她示意, 放下助人情节, 嘲笑他人命运, 这是, 你教我的, 江心言梦到的场景, 是我真真实实经历过的一辈子, 虽然我不知道, 这对于她来说, 究竟有什么意义, 但是从她梦到那些开始, 她根本没有自己努力想过, 要改变什么, 我又何必再去纠结她的人生呢, 好了没, 你爸说要下饺子了, 电话那头, 郑贝贝娇称的声音传了过来, 我冲远处车里等着, 我的人招了招手, 我来了, 就到, 我只需要管好我自己崭新的人生就行, 翻外, 江心言视角, 蒙亭琛走后, 我度过了一段非常黑暗的生活, 我妈责怪我没有手段, 留不住人, 我爸埋怨, 我当年太冲动, 以前诚患不确定的爱, 情太不划算, 可是, 当年的事情, 他们两人明明就知情, 我试图用酒精麻痹自己, 却梦到了很多奇怪的梦, 梦中, 蒋天昊把我从围栏上接了下来, 拦住了我要去找西亭琛的步伐, 在他的监督下, 我考上了心仪的院校, 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于是, 有一颗仇恨的种子, 悄悄地在我的心底发芽了, 他为什么没去阻止我, 为什么没在我糊涂的时候拉我一把, 同学聚会上, 看着他一起风发的模样, 我更是极度地发狂, 如果不是, 他没有阻止我, 那么在同学聚会上, 被围着谈笑的人, 就不是我了, 郑晓峰找到我的时候, 我正愁没有机会报复他, 我们两人一拍即合, 我利用青梅竹马的情意, 敲开了蒋天昊爸妈家的大门, 这情意本来就是他欠我的, 蒋天昊父母听说, 我是来帮儿子拿东西的, 忙不迭地把我迎进了房间, 我不费吹灰之力, 就找到了他的手稿, 后面的事情推进得很顺利, 郑晓峰先利用吵架格, 把蒋天昊和郑贝贝的公司, 架在火上烤, 之后, 我又在微博上抛出了手稿, 指控他剽窃我的成果, 可惜蒋天昊竟然有所防备, 不但找出了我的时间线, 和发明手稿时间线, 无法重合的证据, 他更是在手稿上, 留有水印签名, 郑晓峰这个私生子, 竟不住郑贝贝的打压, 灰溜溜地逃出了国, 反倒牵连了我, 背上了一屁股的债, 我爸妈狠心, 不愿意掏钱帮我还债, 于是, 我只能找些能赚钱的工作, 很久之后, 我遇到了蒋天昊, 我试探性地问他, 知不知道人可以复生, 是不是能有重来的机会, 我试图从他的脸上, 找到一丝破绽, 但我毫无收获, 他说都是一场梦, 不必当真, 可是在梦里, 明明是我有好的人生, 他才是过得凄苦的那一个, 我很恨他, 恨他没有阻止我。